记者郑明祥苗栗报道,大学繁星推荐今天放荡,苗栗县果立竹男高中学生陈宇琪虽家境清寒,单亲父亲中风卧病,虽要一边照顾病妇,但仍为松懈学业,苦独立拼上成功大学资源工程系,盼靠着教育翻转人生。 陈宇琪学策63级分,家境不宽裕的她有祖父母抚养长大,每天放学都在家苦读五个小时以上,另还要抽出时间分班家事,照顾卧病父亲,但成绩始终保持在前段班。 如愿考上第一次愿成大资源工程系的陈宇琪说,未来除了会继续保持学业,也希望能找到理想工作,翻转家计,而怀抱热情的她也透露,因小时候看纪录片,意识到现在全球海洋垃圾问题研究,未来盼能学以致用,为地球环境尽一份心力。 另外考出全校最高69级分的郑家豪,国中级策经已以A4B成绩入学,但高中三年突然开窍,学业图飞猛进,以黑马十字拼出全校最高分,最后能录取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她自己也腼腆笑说出乎意料。 而国中以优异成绩毕业的施宇琪则是配合苗栗县政府推出的鲑鱼回流计划,舍弃新竹高中选择留在离家境的竹南高中就学,入学后始终保持全校前1%的好成绩。 这次繁星推荐也录取成功大学经济学系,全校师生也予有容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